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彭定康的评论 当然每个人都有他发表言论的自由 但是我希望我们外国的政客 要看清楚香港现在发生这件事件的本质 我们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暴力的冲突的攻击 我在这里也不需要重新再讲 在过去四个月 尤其是在最近的一两个月香港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没人没有外国的政府看到香港的现状 会觉得我们还是和平的思维 还是自由的发表意见 我相信没人要是他真正客观去看香港的情况 他不可能认为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和平合法的示威 一个言论表达自由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要反问要是任何外国的政府 外国的国会的议员 他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出现了这个情况 他会采取什么的行动 我相信不会比我们采取的行动要轻微 可能还比较严重 我希望他们也有一个同理性 就是香港发生的事情 要是在他本身的国家发生 他会采取什么的行动 也不能恶意的批评香港 或者是为现在在香港采取一些暴力思维的人 撑腰说这个是和平表达自由的事 这个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评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